三角架构 或许会更稳妥一些 由靖东 黄志忠 严利等主演的突围 正在火热更新中 石洪幸一直以为是林满江 把齐本安派到荆州中府当董事长 林满江其实也很被动 齐本安的任职 是上风直接下达的 徐长青和张继英所在的纪检委 前后接到几分举报信 都是关于荆州中府的贪污腐败问题 非常犀利的指出 腐败的根源在荆州的总部 徐长青想要调查荆州中府太难 代理一把手石洪幸是林满江的人 党委书记录建设就是个墙头草 唯一打开局面的办法 就是派一个有原则的同志 却打开荆州中府一言堂的局面 齐本安是经过组织考察后 最合适的人选 他虽然是林满江的小师弟 但做人做事都很有原则 齐本安果然没让组织失望 上任不久就把石洪幸逼急了 林满江也开始出动对付他 一切都在徐长青的计划中 腐败分子已经坐立不安 只要他们有大动作 就会露出破绽 找到证据也就不是难事 齐本安看似孤军奋战 其实背后有组织强大的支持 期待后续精彩剧情